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y 今天就是教大家如何做這個 這個就是七彩碎糖 另外那些其實是一個在溶下來的雪糕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是怎樣做的 那就要繼續看下去啦 首先我們來看看今天需要用什麼的工具 首先需要有一枝底油 面油 顏色我用了這幾個 主要是要有一個白色 其他一些比較粉絲顏色 然後兩個工具 其實只不過是用來用筆尖 可以有這個髮夾 或者你們可以找到尖端位 我其實隨便找了剃刀的尾巴 你可以找髮夾 如果有些化妝掃的尾巴 都是尖尖的 都可以用來試一試 大小左右就對了 要有紙和棉花 純粹用來放那些 甲油在這個位置 用來清潔筆尖的 因為稍後會重複用 你可能需要用到棉花用來清理 有齊以上的工具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時間關係 我已經預先打了底 塗了一層底油 之後每個顏色我塗了兩層 當然不在這裡展示給大家看 太花時間了 等乾之後就可以進行一個步驟 就是點花的程序 先把白色的甲油點在紙上 再用剛才剃刀的尾巴 也點三下在甲面上 根據你的指甲油有多大 如果是小一點的話 可能點兩點就足夠了 然後順細畫一條直線 連回到甲尖的位置 好像做一個髮式指甲一樣 但留意不要用直線 這裡你盡量要畫一些曲線 令到線條沒有那麼硬 就像一些融下來的雪糕 要用波浪線條 那就不要用直線了 搞定之後基本上已經做好了 之後就可以做七彩碎糖 由於碎糖比較小 還有長一點 我們就用一個髮夾的尾巴去做 把七彩碎膠油點在紙上 然後順勢輕輕力在白色的甲面上 很輕輕地畫 平均分布就可以了 但要隨便的話 稍等頭可以偏斜 右邊 或者偏斜拼 左邊 這樣 在 其實也 multi 也不用要像 畫得很工整 不過我也沒有一樣 有時候的大小 因為它們的包含到很多 很簡單 但是不想要很乞耳 美甲这些很随意的就已经很漂亮了 完成了所有的手指就会是这样的样子了 然后当然等干了 然后就做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塗面油了 面油记住塗面之余不要留下夹尖的位置 这里要多画一笔 你的指甲就没那么容易花 没那么容易崩的了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介绍的这个雪糕加七彩碎糖的一个美甲 我希望我们也会回到家里试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 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在下面问我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Facebook 我们可以私下讨论一下 聊聊其他东西都没问题 我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